搭乘太陽能動力船 暢遊愛河 欣賞高雄都市美景 或是來到騎京 騎單車吹吹海風 喜歡文創可以到博二特區 高雄拼轉型輕工業重觀光 但自從路客不來轉型碰壁 博二藝術特區以往 就算是平常日 也有許多的觀光客 而現在卻變得稀稀疏疏 嚴城博二特區遊覽車 幾乎看不到遊客銳減 非假日更是少得可憐 但沒有最慘 只有更慘 古山西澤灣英國理事館 曾經一年有157萬觀光人次 如今剩下46萬雪崩漆成 其今老街也從500萬 剩下400萬人次減少兩成 甚至連連鎖超商龍頭 也不堪虧損收掉店面 一句沒人點破觀光窘境 高雄硬體設備提升 市容變漂亮值得肯定 但無法帶動觀光是致命傷 嚴城 其今古山地方店家已經Hold不住 辦活動希望韓國瑜來救救他們 11月2號肇事晚會就選在嚴城這塊空地 現場會百一千張椅子 但預估來的人數會超過2到3倍 床地小人數容納有限 但地方民眾辦活動 找韓國瑜來實在罕見 只是三個地區 2014年九合一地方大選是深綠選區 城局在其今拿下七成八選票 嚴城區七成 古山區六成四 城局狂勝陽秋心一片綠油油 嚴城讓其今讓古山 經濟能夠帶起來的一個氣勢 東西賣得出去 仍盡得來高雄發大財 就是這短短三句話15個字 韓國瑜給了觀光地區民眾希望 主動邀請他來參加活動 幫助他們脫離又老又窮 記者陳生怡王書宏 高雄島